氣象局在昨天深夜十一點半 發布了馬勒卡的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稍後八點半 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木蘭蒂颱風橫掃重創南臺灣 現在第十六號颱風馬勒卡緊跟在後 朝北臺灣海面前進 氣象局在昨天深夜十一點半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移動速度和路徑不變 最快今天中午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由於已經對我們臺灣東半部海域 以及巴士海峽構成威脅 因此氣象局在今天晚上十一點三十分 已經針對整個東半部海域 包括東北部海面 東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峽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氣象局預測十六號晚間到十七號整天 馬勒卡最接近臺灣 颱風中心將進入臺灣東北部近海 而這次颱風主要降雨地區為北部 東北部及宜蘭花蓮 東北角附近則要小心強風 由於馬勒卡移動速度快 預計今天下午 颱風外圍環流就會開始影響臺灣天氣 北部東半部降雨明顯 越晚風勢越大 最可能的移動路徑 將有可能非常接近臺灣陸地 經過臺灣東北部近海附近 預計它最接近我們的時間 有可能是落在十六號的晚上 一直到十七號的整天 氣象局表示 雖然現在海洋環境有利於颱風發展 不過條件不如墨蘭地 因此馬勒卡靠近臺灣時將維持中臺等級 但民眾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綜合報導 昨天中秋節是全家團圓的日子 不過數十位臺鐵產業工會的成員 選擇夜宿臺北火車站 呼籲臺鐵針對人力以及輪班制度 提出具體改善方案 中秋連假首日加上颱風來襲 台鐵班次大亂 數十位台鐵產業工會的成員 穿起黑衣戴上口罩 在台北火車站大廳靜坐 表達沉默的抗議 要求台鐵回歸牢基法 不足人力落實休假 以及發放加班費 我們停止我們中秋節依法休假的行動 並不是因為我們妥協了 或是我們退讓 而是我們要給他們一次機會 真的去做 真的去改善這些我們提出的訴求 每天日夜輪轉造成我們身體健康漸漸的下降 台鐵它讓每個員工都如此過勞 要怎麼樣確保鐵路運輸的安全 工會指出員工過勞執行勤務 就有可能危害到旅客安全 在台鐵沒有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以前 他們將持續抗爭到底 台鐵產業工會成員約有兩千人 從昨天下午兩點開始到晚上的夜宿 陸續有成員加入 台鐵方面則表示 已經聽到抗議訴求希望工會成員趕快回家 工會預計今天早上十點從台北火車站遊行到行政院前陳情 記者綜合報導 受到了颱風的影響 菜價飆升 又適逢中秋節 需求量大增 有許多家庭主婦都大呼菜價好貴 半棵高麗菜就要將近一百塊錢 而葉菜類大多漲了兩到三成 瓜果類也漲了有一成左右 來到傳統市場雖然是照常開市 不過婆婆媽媽四處看一看 能買下手的幾乎沒什麼菜 接過老闆的青菜 小小一把就要好幾十塊 但顧客直呼好貴 另外像是這樣的瓜果類 一條也要三十塊錢以上 比以往貴的一成 而像是葉菜類 漲幅更是驚人 像是一把空心菜就要五十塊錢以上 而最誇張的就是高麗菜 每台金市價大約要二十五到三十塊 婆婆媽媽直說實在吃不消 大一點的半顆就要破百元 因為颱風來襲的預期心態 加上中缺的需求大 供貨量不足讓價格直直飆 而接下來還有一個颱風就要報到 讓買菜的婆婆媽媽很擔心 只說菜比肉還貴 預估要到月底 供貨量充足之後 價格才會漸漸平穩 記得林健生 與您報道 中秋節賞月 但是您知道我們看到的月亮 永遠都是只有月球的正面 背面是看不到的 在台灣雲層太后看不到月亮時 可以試試設在夏威夷 還拔四千兩百公尺上的東亞天文台望眼鏡 可惜今天運氣不好 當地起物看不到 再把鏡頭轉到智利 馬上看到螢幕上出現月亮亮光 不說許多人可能不知道 月球自轉跟公轉周期一樣 在地球上我們永遠只看得到月球正面 它自己轉一圈跟繞著地球走一圈的周期 是一模一樣 所以才會一直是同一面對著地球 只有從坐太空船到對面去 才可以看得到 比起月球正面地殼較薄坑坑巴巴 月球背面其實長這樣 坑洞比較均勻 另外月球並非高掛在固定的軌跡上 其實月亮每年都離地球越來越遠 大約一年拉開三到四公分 十一年以後那月亮才跑得夠遠了以後 那月亮的那個它的看起來就比較小 小到比太陽還小碎 所以就日全時就永遠看不到 透過電波紅外線紫外線X光等波段來看 月球的外觀千變萬化 中研院天文所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計畫 也出資新建東亞天文台望遠鏡 透過遠端影像也讓國人可以上網直接比較 到底外國月亮是否真的比較遠 記者你們陳立峰台北報導